回到新闻现场 要告诉大家 南投西异乡的七彩双龙吊桥 终于要正式启用了 原本规划4月初就要开放 碰到疫情关系不断往后延 现在确定6月20号正式开源 全场有340公尺 距离底下的溪谷有33层楼高 壮阔景色 每天限量1500位民众入园 而且必须要提前在网路订票 预约系统才开放等短4天 已经涌入高达7000笔订单 一整片壮阔山景 里头有一座色彩缤纷的七彩吊桥 就这样悬吊在两座峭壁之间 一旁还有瀑布陪衬 画面没不生收 这里就是南投信义乡双龙七彩吊桥 整座桥全长342公尺 并且由420个阶梯组成 距离底下的溪谷有33层楼高 号称是全台最深最长的吊桥 原本4月初就要开放 不过受到疫情冲击 启用时间一再延后 现在确定6月20号正式启用 民众迫不及待赶来看看 彩虹的颜色 就你走一段它都会不到 那个桥都会颜色不一样 就都不用套滤镜就拍得很漂亮 美景当前 民众笑得乐开怀 而且吊桥的阶梯是镂空设计 往下一看就能直接看到溪谷 刺激程度再升级 吊桥起用初期 每天限量1500个人 上下午还会进行人流管制 重点是要踏上七彩吊桥 全面采取网络订票制 目前我们一上网 将近4天 那目前已经涌入超过 大概7000多人上网来订购 七彩吊桥起用后 想必将成为下一个热门的打卡景点 借张如诚南投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